再这样测下去 终于要在家里开个俄罗斯超市了 欢迎来到男仔的俄罗斯小超市 今天又是第九块九的俄罗斯好窝 第一个 俄罗斯老肥皂 开箱的时候我差点没给它熏晕 真的有点臭 它这个长相吧 你就说它是熊孩子往那个土里尿尿 然后捏出来的 我都行 但是根据我这么久的经验来看 小东西长得这么标致 一般口碑都不错 必定是有过人之处的 果然 你用它洗油渍汗渍 而且是那种沾了油沾了汗之后 还风干了的那种 用它搓一搓 真的能洗掉 不过拿多多少少 可以留一点小印子 大家不要神话一块三块钱的肥皂 我建议大家家里都可以备一块 然后先把屋子区域洗一下 再丢进洗衣机 这样的衣服洗得很干净 也只有洗液的味道 第二个是气大火好面霜 打住 打住啊 打住啊 是亮大治好的俄罗斯黄瓜面霜 可以说是身体乳的亮了 它只要19块9 一只护手霜的价格 虽然说我的俄罗斯超市库存力 经常有比较平价有好用的宝藏 但是当我拿到它的时候 真的有被惊喜到 颜值也挺高的啊 它的名字虽然说是面霜 但是质地啊 一点都不厚重 非常清爽啊 很多人它可能上脸 还会有一点点质疑 没有关系 你用它来当颈霜 当一个护手霜 当一下身体乳 也可以当男朋友的面霜 我又忘记了 你们好像没有男朋友 第三样呢 是一只眼霜 CMO的青苹果沙吉果眼霜 看起来就是清纯 还有天然 20毫升的量 只要9块9 俄罗斯它在一次又一次的刷新果的底线 质地非常的清爽 还有一点凉凉的感觉 吸收的真的很快 新苹果的味道 简介上面写 补水保湿 抗皱淡化科眼圈 这大家就别信了啊 你9块9买回去 做一个单纯补水的眼霜 或者说我们妆前需要滋润一下眼周的肌肤 就用它 今天男仔俄罗斯